男人愛國仔 今天我想拉花大改評判和觀眾穿初時空 重新感受一下咖啡代表我們的感動 你們可以留意一下我的行程表 請稍等 今天在我們用拉花穿初時空的時候 我會量度奶泡的重量 確保兩杯拉花足夠的牛奶燃料和穩定性 第一杯我們會用240g奶泡 第二杯會用250g 準備好後便出發 第一站會帶大家去到19世紀的埃塞和比亞 聽當地的目標人說 有很多當地的山羊吃了 跌在地上的咖啡果實會特別興奮和特別有活力 所以我們都是因為這個原因才開始喝咖啡 只要是有很多的瓶子 然後是在什麼時候 我會看到很多小沙發的地方 今天會有很多的地方 叫做中沙發 一整個瓶子 這裡有很多的地方 第三個地方 那樣是有很多地方 那邊會有很多地方 要讓她們討論一下 這杯是第一杯山羊變成了 就像我們剛剛所說 因為我們觀察到這個現象之後 才會開始飲咖啡和用咖啡作為提神的用品 所以第一站想帶大家來到 埃塞俄比亞這個咖啡發源地 感受一下咖啡的起源 這杯是第二杯山羊 請稍等一會將為大家帶來第二站的行程 準備好 扣好你們的安全打 一會將會帶大家去到第二站的行程 第二站我們會來到18世紀的印尼 你們可以留意一下咖啡樹上有一種很可愛的動物 好像狸貓 但其實牠們不是狸貓 牠們叫做蛇香貓 由 acho大家看著比較有型的東西 我要找一個izado料帶 第二站在那裡 我來給大家看 你覺得怎麼看 大家看這 compression 呢 幾位 我來給大家看 我的意思是 這些表情 我來給大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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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看 有一點點 我來給大家看 我來給大家看 沒問題 這杯是第一杯舍香貓的食材 舍香貓這種動物只會選擇咖啡樹上成熟的咖啡果實來吃 果肉會被牠們消化,但咖啡豆消化不了就會被牠們排出體外 你們看到地上一串串的咖啡豆就是牠們排出來的貓屎咖啡 這杯是第二杯舍香貓的食材 請稍等待會為大家帶來今天最後的行程 謝謝 謝謝 請分開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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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站的行程想和大家一起挑戰一下自己 我們會一起化身成為蝴蝶飛越高山 而今日我們的任務並不簡單 因為我們要飛越了三高山之後才會到達今天的目的地 往上走 我們的車 在這一個地方 輪到人身後 可以混亂 在霍尖心中 就在霍尾上 原來是去乾典 今天我們左邊的山坡就是我們要跌越的南瓜 我們的目標就是採集山坡後面的花蜜 作為一隻堅硬的蝴蝶 希望大家遇到困難的時候都可以勞力不懈 堅持下去破柬重生 謝謝 謝謝 在採集方面我們會用南瓜、歐華春、胡蝶的另外兩隻翅膀 謝謝 謝謝 它的花紋 身體 頭部和竹鬚 這杯是第一杯蝴蝶 變成了 第二杯都一樣 我們會勾勾出他的翅膀 我們會勾勾出他的翅膀 還好 我們會胡蝶的響